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Ryno6里面单一视窗做图的一个新功能 那什么是视窗做图呢 或者是视图呢 就是这几个 Top、Front跟Right 就是顶视、前视跟侧视 我们常常利用这几个视图 来针对在3D模型里面 做观看或者是编辑 好那先来先来模拟一下 利用不同视图来对3D物体做编辑的过程 那首先我们先画一个简单的量体 我们用一个Box 那尺寸的话大概20乘10 高度20 这样 好 那我现在想要在这个量体上面做开动 好那用视图做法 就是我可能得先在不同的这个视图里面去做画线 然后再分割 那我现在想要在这一个面 还有这一个面上面分别做开口 好所以我先切换到这里 Front这个视图 然后我在这边呢画可能正方形的孔 然后这个时候我利用这个Rectangular Array 方形的这个阵列 来做 阵列的复制 让我X方向用四个 Y方向也先用四个 好 是一个 好 假设我想要开这样子的孔 那我现在呢要画这个面的话 我就等下要切换到这个Rect里边 然后呢 我一样画一个正方形 更改一下正列的数量 好 那假设呢 我现在想要开这样子的孔 那我可以利用一个指令叫做Makehole 这个Makehole 这个Makehole 然后他说现在呢 我要选这个面 选这个线 我把这个面的线选起来 按一下右键工作的面 好 然后现在要长厚度 挖洞的这个山路 好 然后再重复这个动作 按一下右键 把这个面 把这个线选起来 然后工作的面是这里 好 这样子就很快完成挖洞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利用这个单一视图来 再做一次 我先把这边东西删掉 那单一视图的呢 我们可以到这里有一个 Viewport Layout 这个底下呢 我们选这个 Single Viewport 那这边的话 它这边有这个enable 如果它是yes 的话就表示我们要开启了 那等一下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angle的角度的范围意思 我们按一下右键 好 这样的话就是开启这个single viewport 的模式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这个 用它c plan 所在的这个模式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是top 好 那我们像刚刚一样再画一次这个 一个量体 那一样是20乘10 高度 20 好 这样就画好了 那我们现在可以旋转一下 好 你看现在变成front 我的这个c plan 也跟着转了 再转 好 c plan 也跟着转了 对不对 好 再转一下 就变成了right 所以它其实会根据你旋转的角度 来切换你当前c plan的一个方向 好 那我像刚刚一样在这边画 我们用这个 很简单的画大概 4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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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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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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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在同一个C-Plan的模式 我们把这个角度改成45看看 好,我现在这个C-Plan 现在这边是Front,可以看到是Front 那我如果旋转,旋转多一点 你看旋转很多了,它都一样是维持在Front的模式 再多一点,大概超过45度,它才会变成是Left 所以它这个容许值,其实会变得比较宽大一点 这可以看你个人的喜好去调 但我会建议说,一样维持在10度 甚至是小一点角度,像是5度之类的 好,那这个单一视窗做图呢 它是针对在Y轴跟X轴 就是在原点这个X等于0或Y等于0的这个点去做编辑的 是什么意思呢?就是假设我把我这个物体 先删掉 好,我再画一个一样的 我这个物体呢,我如果把它稍微往里面移一点 好,然后这个时候我切换到Front 然后一样我在这边画一些线 好,我这边用复制了就好 好,我们再切换到透视 你看它是画在这个位置 所以如果你想要你的C-Plan呢 是可以根据你的这个目标平面 它会直接做贴合的话呢 可以参考我的另外一集影片 它会介绍说怎么样子根据你直接现在画的这个平面 直接旋转你的C-Plan 达到一个比较像是在Sketchart里面操作的一个效果 好,那针对目前这个单一视窗做图的话 它就是在这个轴上面去做这个C-Plan上面的转换 但其实已经会蛮方便的了 所以呢,我会建议是说你这个物体要贴齐在这个原点上面去做编辑 好,那如果要退出这个单一视窗做图的模式 我们就再点一下,然后在这个Enable的地方我们把它改成No 然后再按一下右键或有空格键 这样我们就退出单一视窗做图的模式了 那以上是今天的介绍 关于更多可以参考另外一支影片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